接下來我們就要真正的進入所謂的濃度 所謂的濃度其實就是比例 就是你在國一數學上學過的比例問題 誰跟誰的比例 糖在糖水中的比例 文言文叫做溶質在容易的比例 有這麼多的糖水 裡面有多少的糖 這樣就叫做所謂的濃度 所以算濃度就是在算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溶質在容易的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老師什麼比例啊 算誰的比例 答案叫做隨便 你開心就好 你放不一樣的東西的比例 就出現了不一樣的濃度的單位 我們國中有出現的是三種濃度 第一種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定義叫做每100公克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每100公克的糖水裡面有糖幾公克 這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公式寫成這樣 分母是放溶液克數 糖水的克數 分子是放溶質克數 糖的克數 後面要乘100%是數學的要求 因為在形式上你要有百分符號 所以要有一個百分之100 你前面算出來是小數點 0.25 0.25乘100會變成25 所以叫做百分之25 所以乘100%是數學上 形式的要求 你們通常會把它自動忽略不計 算算答案0.3就自動變成30% 但是理論上要乘這個100% 0.3才會變成30% 所以每100公克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克數 稱為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 分母放溶液克數 分子放溶質克數 這樣出來的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重量百分濃度 所以剛才說所謂的濃度就是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如果你的東西都是算總共有幾公克的 那麼這個比例的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那也可以換成算別的比例 比如說換成都算體積 每100毫升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毫升數 現在有100毫升的酒 裡面有幾毫升的酒精 這樣就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分母放的是溶液體積 也就是糖水的體積 上面放的是溶質的體積 也就是糖的體積 當然糖放不會算體積啦 糖放都算質量 所以應該比較好情況要做 分母放的是酒的體積 分子放的是酒精的體積 每100毫升溶液中所含有溶質的毫升數 所以如果你通通放的是體積 這樣的單位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剛才跟你說過了 算濃度就是算比例 誰跟誰的比例 糖在糖水的比例 什麼比例 隨便你 你第一個是都算的是質量比 那麼答案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你都放的是體積比 答案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但它們都是濃度 只是你算的那個比例的東西不一樣而已 根據你的需要 你會採取一個適當的適合的方式來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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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體積百分濃度 其實在一公升的糖水中有幾末的糖 就是體積末濃度 簡稱末濃度 這件事情是下學期才會教的 所以我們暫時先不管它 目前為止的重點叫做重量百分濃度 這個重量百分濃度 記得分母放的是糖水油幾克 分子放的是糖油幾克 濃度就是比例 誰根子的比例 糖在糖指的比例 什麼比例 隨便你開心就好 帶進去不一樣的東西 就出來不一樣的濃度單位 而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 帶都是重量質量 OK 溶液特數 溶質特數乘100% 就是我們跟你說的 到底什麼是濃度 介紹一下 我們會交到 會出現的濃度的單位 OK